460L奶茶买一送一,我站在门口发传单,看见那对小情侣走过,正在闹脾气,结果魏无羡把汽水往篮站怀里一塞,双手合拢放在脸侧说,不要生气了,我保证下次听你的话。 这是什么人间悲剧,要让我看见这种把戏?旁边店员小妹低声尖叫,她好会撒娇啊,啊,啊个屁啊,奶茶卖完了吗? 传单发完了吗?今晚要开通宵吗?我孕了气,对着那对小情侣大声喊,优惠活动啊,奶茶买一送一,钱十名买一送二,我就不信这个诱惑不到你们。 果然魏无羡拖着蓝望机跑过来,兴奋地说,蓝站,买一送二,我们买吧,我们肯定钱十名,前面还有没人爱,我们第一个。 蓝望机冷冷地看着她,你是弥勒佛吗?喝了汽水,还要喝三杯奶茶。 刚才谁说要听我的话?魏无羡睁大眼睛,可怜巴巴地看着她,再看看我们店可口又迷人的广告,小小声说,不可以喝了吗? 那个啵啵玉丸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,肯定一咬Q弹,肯定超级好吃。 我看我们店员小妹妹心都软了,也帮她说话,蓝老师,要不你给她买一杯也行,我给你员工价,你给她买一杯吧。 救了大命,我担心店员小妹这学期考试会挂课,真心的。 最后,居然蓝望机顶住了压力,没给魏无羡睁买,魏无羡可怜巴巴地走了。 嘖嘖,男人,真是狼心似铁呀。 461L,我觉得奶茶店老板写小说会很有文采。 462L,为什么不给孩子买? 姐姐有钱,姐姐给你买十杯,不要买一送一,不要买一送二,不要员工价。 463L,楼上的姐姐,看看孩子,你也许想要别的弟弟,能喝奶茶的那种弟弟。 464L,哈哈。 465L,为什么不给我们献献买,简直想发起众筹给献献买吃的。 466L,人家没钱吗? 真是的,这明晃晃的狗粮,太伤人。 467L,蓝忘机,他陪你吃火锅,和你吃宵夜,等你下课,准备和你一起买房,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杯奶茶。 468L,哈哈哈哈,蓝忘机会从此恨奶茶。 469L,蓝忘机你没有心。 470L,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蓝战不是我男朋友,我都说累了。 还有,你们不要骂蓝战了,他是为了我好。 我回到宿舍,肚子有些疼,我吃撑着了,我躺沙发上生无可恋,我错了,我不应该吃两瓶汽水,喝一瓶半就够了。 471L,嗯? 真是像小朋友一样,还吃撑了。 472L,你还惦记那汽水,还一瓶半? 当心你男朋友,骂你。 473L,奶茶买一送一,我觉得,下次我卖奶茶给小情侣要涨价,一杯卖两杯的价,实在是被虐得没脾气了。 刚才要关店门的时候,蓝忘机居然来了,我想想剩下的奶茶,我虎屈一阵,可以清仓了。 结果他问我明早几点开门。 我说,奶茶店早上十一点开门,你有什么需要吗? 蓝忘机,我朋友,今天没有喝到你们的奶茶,我想明天早上买给他喝。 店员小妹小手一拔拉,把我推开了说,蓝老师,你想几点钟来买? 我明天可以早开门。 我眼珠子快掉出来,我说,早开门,没有加班费。 我要守住我作为老板的最后一个底线。 店员小妹,我不要加班费,蓝老师,你几点要奶茶,我提前来开门。 蓝忘机,九点可以吗? 店员小妹,可以,九点你来,我给你做好,保证新鲜的。 蓝忘机走了以后,我,你干嘛那么贫? 店员小妹痛心疾首,老板,你这样,真的是找不到女朋友的。 嗯,为何突然侮辱我? 因为蓝忘机,明天奶茶收他五十一杯。 480L,因为男朋友没有喝到奶茶,要大清早爬起来敲奶茶店的门给男朋友买奶茶。 这是我能听到的爱情故事吗? 481L,我男朋友能从超市给我买一支瓶装奶茶饮料,我都算他是知心爱人了。 482L,不要对比,对比没结果,只有伤害。 483L,历史系才子,我怀疑你们在造谣,在说谎,我不想听,不想承认。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蓝老师,他是被夺赦了吗? 484L,夺赦是什么意思? 485L,多看看,小说你便知道了。 486L,我肚子疼我男朋友能给我倒一杯热水,都算是真爱了。 更不要提第二天,给我来一杯热奶茶。 487L,楼上的,不要和这俩未比,相信我,你男朋友才是正常生活中男朋友的样子。 因为,不让我们失望的,永远是别人家的。 488L,居然很赞同。 489L奶茶小妹,我今天起得超级早,七点半起床,然后八点半准备到了店里。 等蓝老师来店里,结果,发现我们老板居然没到九点也到了店里,难道是怕我偷喝奶茶? 九点钟蓝老师准时来了,我给他做了最新鲜的奶茶,问他要不要加珍珠。 他说要昨晚那种欲玩波波,好的,欲玩波波。 结果,我小气的老板说,今天所有情侣买奶茶都是双倍价格,这个狗,希望他永远找不到女朋友。 不过,蓝老师很淡定,问,你的奶茶店是随心情定价格的吗? 老板狗说,等你当奶茶店老板,也可以随便定价。 他真的是狗。 蓝老师说,也不是不能当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? 我看着蓝老师的背影,怎么看出了武林高手的感觉? 490L奶茶买一送一,哼哼,一定要扼杀小情侣的气势,就是要涨价,把对小情侣涨价进行到底。 491L,现在发现老板你也很有些做死的气质在里面。 492L,哈哈,不是你自己打广告情侣买奶茶买一送一吗? 493L自己兄弟自己护着,买下你奶茶店要多少钱? 你开个价。 494L,京。 495L,京。 496L,这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? 497L,要买奶茶店的金主爸爸来了。 498L,奶茶店老板即将一煮。 499L奶茶买一送一,什么? 想买我奶茶店? 不卖,你想买我就要卖吗? 不卖。 你奈我何? 500L历史系才子,他可以奈你何,他会买下这条街的商铺,然后,他就会是你的房东,随时可以让你关门。 501L,京。 难道是蓝家人? 502L,看他名字就猜到,难道是蓝忘机的大哥? 503L,蓝家那个? 504L奶茶买一送一,哎呀,有话好说,金主爸爸,倒不用买奶茶店,你想喝什么? 不不,以后蓝老师和他男朋友想喝什么都免费,全免费,真的,几点想喝都可以的,可以无限加小料哟。 505L,老板,你争气一点啊,反抗啊,不为金钱而折腰。 506L,不折腰就要折奶茶店了,还是折腰吧。 507L奶茶小妹,我就说我老板是狗来的,这下好了吧,哈哈,插腰狂笑三声。 哦,忘了他在这楼里,我下班,今天请假。 508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哇,早上起来看到蓝湛买早餐回来,居然带了一杯奶茶,太感动了,现在奶茶店这么早开门。 棒棒的,蓝湛说,只能喝一半,你昨晚还肚子疼。 9.毕竟 blues八丁。